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原始材料的话是所有的 只要是核桃都可以 还说也要挑选 这个橄榄核的原材料要求很高 这是橄榄核 这个是什么 这个弹箱 那个老三弹箱 抛光之后出来的那样子 然后这是木标 这是佛 这是橄榄核的 这个是橄榄核的桌子 这是老三弹箱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糖香末 好香 这个好香 这也是可爱的 印度老三糖香的 像这个一般 只要不是特别的摔打 一般可以永久保存吗 还是 肯定是永久保存我不能说 但是在博物馆200年的河谷还有 是不是有什么要求 大小就是 其实是在当地这种叫油橄榄 油橄榄 油橄榄 那么我们要去挑 挑它的质地 挑它的形状 挑它的颜色 而且还有根据作画的不同的 对 对 就是按照它形状 你要做不同的 比较合适的内容 思议在这个 橄榄核上 大小的差不多 那这个就差不多 对 嗯 嗯 就橄榄去哪里挑 我们这个原材料是广东那边进过来 广东 这怎么像白骨了 还是油橄榄 白骨是白的碗 这个是灰的碗 这是灰果 你这个刀跟那个客帐刀还一样 不一样 客帐刀是两个斜面 我们是一个斜面 斜面 对对 客帐的刀是两个斜面的 合起来的 我们是单个斜面 这个不一样 这就像木工的那个站子 对对对对 木工的呢可能 呃 差不多 它比我们大一点 对 嗯 两面跟一面 就用程有什么区别呢 肯定有区别的 客栈 基本上它是刻石头啊 所以它不需要很锋利 作为外行来说 就这个东西做出来 是有什么功效吗 就只是收藏价子 还是像玉一样 盖在身上 身体好 其实 首先 我喜欢盖手串的 他肯定喜欢中国的传统 文化 包括传统手艺 好 他会选过女朋友 好 那么戴在手上 其实它起了一个装饰作用 装饰 哦 年纪轻的来说 一个 首先是一个文化 一个非议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 跟传统技艺 为什么能买你河雕呢 那是吧 有一个传统技艺 有一个为什么选这个财神呢 有一个中国的传输的那个文化 文化 流传的优秀的文化 所以会选你河雕 嗯 我呢 就从小跟我爷爷学的吧 哦 这就是祖传的 祖传到我这边就 第四代了 第四代 第四代 也就是说出生在河雕世家吧 那您现在有往下的传统人吗 在街道的帮助下吧 成了一个公益传续所 街道这边介绍的传统人啊 下岗功能啊 我来学一下这个海调 有年轻人吗 做这个 有年轻人 多的都比较年轻 我这边 那挺好的 那您就是平时还开课是吧 上课 开课吗 开课 开课 我现在呢还有一点 就是苏州不是有那种 深度旅游的那个网站平台 他们在做飞椅 这个核雕还蛮好的 怎么说呢 好像是变成一个意志销售 你在苏州带土地 你们知道了跟你学 但是在网络平台上过来学的 体验的 就是外地 在苏州他们可能在试试 就是可能是持绣项目 减脂项目 或者核雕项目 它们有一个深度的就是体验 我还以为这些东西都会慢慢的 比如说消失 现在看来应该还是很有希望的 传真下去 其实怎么说呢 非物质文化日常最早 其实也就是一个手工的劳作 对吧 到现在我们国家变成了 国家在国际上有一个非物质文化日常 给它一个定性 我们国家是农耕社会嘛 就是平时就做一下手工 这个手工延续到现在就变成一个非物质文化日常 变成一种文化了 对 以前是手工劳作 现在是一种文化 一种象征性的遗产 我就是在初中毕业里头 就跟我爷爷学的嘛 哦 一直在同事这个 对 那个时候许其实是怎么说呢 也就是爱好吧 也就是看我爷爷在做 就跟他学一下 一做就做了几十里 那么后来就变成了 变成专业了就是 为了生成嘛 不方便 就是还有一个对这个喜好 那您做这个手上的一个雕 这个要多长时间啊 像这个罗汉头雕好完成的话 要一天时间 一天 一串的话呢 这种比较复杂我感觉 什么财神什么 这个速度燃灵 嗯 这种比较复杂一点的 这一串要做出来 像这种工 基本上一天可以做一颗 一颗的话 一天做一颗 一个多星期 这是多少个财神业 对对 这样的话这样看 财神业 有点磨 这个是苏州园林 对上面都是园林化 这个是苏州园林 这个就是运用一个浮雕的雕刻方法 嗯 无雕的雕刻方法 对 像这种就是圆雕嘛 立体的就是 它反映了一个整体 哦 立体是浮雕 只是在雕在表面是吧 对 这个是像三丁那种效果的 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立体的嘛 符手刀嘛 符手刮嘛 符手刮嘛 符手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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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